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 叶县有个叫齐盛的商人 有年时家境富裕 父亲在外经商 在齐盛七岁时 他的父亲患了重病 只得回家休养 然而病情逐渐加重 不久 齐父就病死了 齐母身体也不好 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家中所有下人也被齐母打发走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 齐母由于丈夫去世 郁郁而终 只留下八岁多的齐盛 临终前 齐母对儿子说道 我自知十日不多 早早为你留下千来两银子 我已告知你的神木 到时他会照顾你长大的 齐盛有个神木周氏 在乡下生活 却是孤双无子 周氏把齐盛视为己子 接到乡下居住 齐盛自有聪慧 十分乖巧 周氏对他甚是喜欢 抚养他长大成人 转眼间到了十八岁 一天 周氏对齐盛说道 你如今长大了 我怎能一直照顾你呢 待我问一问他人 为你讨个好媳妇回家 齐盛对神母说道 我要像父亲生前一样经商 到江湖上做些买卖 到时赚些钱再成亲 周氏点了点头 说道 多年过去 你父母剩下的家资 大概还有四五百两银子 到时你拿去做本钱 四日 齐盛与几个商人订好 说要一起外出做生意 选定日子 齐盛就别的神木出发了 每一年 齐盛都在三四月出发 年底回到家中过年 就这样几年后 齐盛的生意做得非常之好 一次 齐盛年底回家 神木见侄子这几年生意不错 又催促他娶妻生子 齐盛也同意了 当时 齐盛年纪二十多岁 英俊潇洒 追求他的女子甚多 但他没有一个喜欢之人 一次 有个媒婆找上门来 对齐盛说道 邻村的杨家育有一女 名叫杨岳娘 你见了一定喜欢 齐盛前去征求神木意见 神木笑道 你喜欢就好 毕竟是要与你白头到老的人 于是 齐盛跟随媒婆 去到邻村的杨家 媒婆叫他躲在暗处 看着杨家之女 只见杨岳娘不仅生得冒昧 而且落落大方 正是齐盛重义之人 顿时心生爱慕 此时 杨家还不知道这件事 媒婆看重齐家有钱 见齐盛非常喜欢杨岳娘 便开口要了酬金五百两 齐盛爽快地答应了 并承诺给女方聘金千两 媒婆觉得事情能成 这才去找杨岳娘说了此事 谈了粤鱼 杨家才答应这门婚事 实际杨岳娘已经身患重病 而齐盛却被蒙在鼓里 结婚当天 杨岳娘突然咳出一口鲜血 媒婆眼看事情将要败露 便谎称新婚之日 见红是个好兆头 齐家人也就相信了 新婚夜 齐盛送走宾客 回到新房之中 只见杨岳娘坐在床上 不停地哭泣 齐盛见状 很是奇怪 急忙上前问道 娘子为何如此伤心 难道不愿假 杨岳娘抽气道 并非如此 我曾偶然见过夫君 有听说夫君经商厉害 对你轻目已久 只是我有病在身 实在愧对于你啊 齐盛回道 今日见你可险 我就知应 是患病在身 你我如今已成夫妻 我又怎会计较这些 所以不必愧疚 到时我会想办法 为你治病的 说完 齐盛就要上前掀开盖头 杨岳娘却抬手阻止 齐盛愈发觉得奇怪 很想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齐盛掀开盖头 只见杨岳娘面生白毛 鼻子和嘴凸起在脸上 活脱脱一个狐狸的脑袋 齐盛见到眼前一幕 顿时吓得惊叫出声 不自觉地向后退去 颤声道 你到底是人是妖 为何你会变成这般模样 杨岳娘见状 突然止住哭声 捂着嘴笑个不停 随后说道 我并不是养家之女 而是一只白虎 但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 我之所以变回本来面貌 是不想对你有所隐瞒 而且先前假哭 是想试探你对杨岳娘的真心 说完 眼前的狐狸脑袋变回了杨岳娘的本来面貌 齐盛一看 这才是自己先前看到的那个杨岳娘 许久 齐盛才振作起来 问道 杨家之女去了哪里 你又是谁 杨岳娘叹息道 我叫金娥 杨家之女已经病死 我受父亲之命 才变成了杨岳娘的模样 此事说来话长 于是讲述一番 原来杨家之女杨岳娘身患重疾 不发病时如常人一般无二 一发病就会渴血 胸口疼痛 浑身无力 而杨岳娘的父母年龄大了 身体状况十分不好 无法继续下地干农活 杨岳娘便忍着病痛 替父亲去到田间干活 久而久之 杨岳娘的病情愈发严重 一天 他刚走进田间 就倒在地上病死了 金娥的父亲看在眼里 找个地方安葬了杨岳娘 并让金娥变成杨岳娘的模样 去给杨岳娘的父母杨老送终 其声一听 十分不解 问道 既然杨岳娘已死 去告知杨家老两口就好 为何还要让你变成她的模样呢 金娥解释道 二十年前的一天 杨岳娘的父亲正在田间干活 天空忽然雷声大作 一只白狐为了躲避雷姐 跑来跳进她怀中 天晴后才离开 而那白狐就是我父亲 父亲为了报答恩情 不忍心让杨家二老 遭受痛失爱女的打击 想尽办法要治好杨岳娘的病 却无能为力 最后只能让我变成杨岳娘的模样 继续照顾着杨家二老 齐盛听完 觉得眼前这个叫金娥的狐女 并没有恶意 于是继续问道 那你为何要与我成亲呢 金娥回道 还不是那摊财的媒婆 看中你家有钱 才打了你和杨岳娘的主意 她只顾自己拿钱走人 也不管事后有什么结果 而我是想让杨家二老 在有生之年 看到自己女儿嫁到一户好人家 就这样一来二去 齐盛也不惧怕金娥了 笑道 你这是在夸我了 金娥一听 笑骂道 真是厚脸皮呢 说完 上床休息去了 而齐盛也挤上床去 行了洞房之事 这一年 齐盛没有外出经商 一直在家中 陪伴怀有身孕的金娥 不久 金娥就生下一女 齐盛的神母 和杨家二老都十分高兴 不久 杨家二老就接连去世了 齐盛和金娥 把杨家二老 葬在了杨岳娘的墓旁 随后把事情原委 如实告知给神母周氏 周氏听完 觉得很不可思议 不仅没有赶走 身为虎女的金娥 反而对她被家照顾 一天 金娥对齐盛说道 如今已为杨家二老送终 父亲也让我回去了 若是有缘 你我还会再见的 说完 金娥就转身离开了 齐盛急忙追出门去 然而金娥已经消失不见 齐盛很是想念金娥 仍然每年外出经商 神母在家照顾着自己女儿 每次回家都希望 还能再次见到金娥 却都是失落告终 三年后 齐盛的神母也去世了 齐盛悲伤不已 待着三岁多的女儿 为神母送终 就在神母周氏下葬那天 忽然有一白衣女子 来到齐盛家中 只见白衣女子貌若天仙 端庄大方 女子走到齐盛跟前 说道 三年不见 你可还好 齐盛一脸茫然 不知眼前女子是何人 女子回道 我是金娥啊 如今杨家之事办完 父亲准许我做回自己了 而且 他老人家也同意让我 回到你们父女二人的身边了 齐盛立即起身 激动不已 当听到眼前女子 是金娥的时候 上前一把抱住 泪流满面 生怕她再次离开一样 齐盛和金娥 为神母下葬后 他们一家三口 就回到城中齐家的老宅 清理院内杂草 打扫屋内灰尘 从此在那里幸福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